你见过最奇葩的修路方式到底是什么样子呢? 面对着泼烂不堪的地面,工人师傅在坑洞处倒上少量的塑料颗粒, 使用喷火枪加热融化,再撒上相应的颗粒,一套公路修缮工作就完成了。 这番操作不禁让人好奇,这些小小的塑料颗粒到底有何神奇? 为何它能被拿来修复路面? 其实这正是由国外一家公司发明的全新修路方式。 时间久了,无论多么崭新的公路,也难免会出现些许破损。 倘若不及时处理,汽车在上方行驶就会感受到颠簸,甚至造成危险。 传统修缮公路的方式,往往是将整段路面封闭,再用沥青进行填补, 但是这样做却会极大的影响交通,给人们造成不变。 而此时,这种塑料颗粒显然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。 原来这些塑料颗粒采用了特殊材料制作,一旦经过高温加热后就会迅速融化,将坑洞处进行填补。 一旦完成冷却凝固,坚实程度就能与一旁的沥青材料不相上下,本身含有着耐高温、耐磨、耐寒的特性。 在使用这种材料前,人们只需要提前将坑洞打扫干净,通过这种方式,修缮路面只需要短短的20分钟即可。